香港賽車運動員歐陽若熙將會第二次參加勒芒24小錢內力賽 歐陽若熙會在他鬥世界仿車賽的空檔再一次參加勒芒內力賽 三個車手一隊輪流比賽 在24小時內跑得圈數最多的那隊就為之贏 但是通常前列的車隊實力接近 圈數之外要計算時間才決到冠軍 在仿車賽歐陽若熙開保馬這次是開法拉利 拉利有多點Aerodynamic 多點力 多點翼 多點馬力 翼最大的分別是在彎道的車可以快很多 車會比彎道的彎道很穩定 那你要適應 在2009年車隊鬥了16小時後 因為車有問題就鬥不遠 我當時是拿經驗多於想去贏賽事 這次因為拿了這個經驗 我整個看法都不同 排位賽、練習的時間都不太多 那你一定要熟悉賽道 這是最重要的 在出發之前 他已經在閱讀賽道了 這一部就是專業的賽車模擬器 不要以為好像打機一樣 他的設定是跟足真正的賽車的 那不少車手在出發比賽前 都會用來熟習賽道 拿一些資料和數據去做參考 歐陽若熙會在星期日出發 比賽在22號舉行 資深演員蘇幸璇世世 中年六十年 《省涅引導聲》 《省涅引導聲》